范冰冰纯属垫脚石,崔永元的真实目标原来是这两个人。 说道理成,很多人都对这个名字很是熟悉,那就是跑男里面的力量担当,更是有助大黑牛的称号。 而在最新一期的跑男里面,大黑牛更是化身了一个美容牛,不知道是不是受范冰冰的影响的了。 大家都知道,范冰冰是李晨的女朋友,而两个人也是到了结婚论嫁的地步了,然而最近,央视主持人却突然开始,爆了不少的猛料啊,事情的真相暂时还不是太清楚,但是这个央视主持人,在李晨和范冰冰即将三周年的时候,给了一个这么大的礼,还真是可以的啊。 事情的起因就是范冰冰的天价片酬,央视主持崔永元,这次是直接化身了娱乐圈的继尾了吗? 大家都知道的是,王思聪在娱乐圈里面,那是给爆了不少的料了,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校长是没有再出声了,而我们的央视主持,却是抗上了这个大旗,更是在三周年的时候,直接是给了李晨和范冰冰一份大礼。 但是,这份大礼,却没怎么影响这两个人,二人依然是将自己的三周年给美美的庆祝了,这个三周年都已经度过了。 而有消息称,两个人的婚礼也将会是在今年的下半年举行,到时候,不知道这个中间会不会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小编是真心希望两个人能够如期举行婚礼。都已经三年时间了,是时候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了。 那么,说到这里,这长安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崔永远讲,这件事情本来是和范冰冰没什么关系的,只不过是因为自己不会用修图软体,所以没有把范冰冰的名字给遮盖住。 但是,后来,范冰冰在微博上面直接回应,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所以直接是导致了两方的火拼。 但是,事件的起因,还是因为冯小刚和刘振云,这两个人当初就是借着手机,这部电影侮辱了崔永远。 不得不说的是,当时的这部电影还是很成功的,也是赚了不少的名合力,而当时的崔永远就是央视的主持,在那个时代,可以说,基本上他的名气也是很大的。 那个时候的春晚,不得不说,是每一个家每年必看的,所以,这也就有了这样的一段安孕。 后来,手劲儿的拍摄,再次是将这个战火给点燃了,而崔永远也是坦然的说道,自己不是针对范冰冰,只是因为后来,他在微博上面说的话,彻底的是让自己的惹恼了,这也就有了后续。 而他更是坦然的说道,他那里有很多大腕的合同,准备持久战的打法了。 但是,仔细想一下,既然已经做了这么好的准备,那么就不会在当初把范冰冰的名字给曝光出来。 小编的个人猜测啊,是不是想借范冰冰名声这个垫脚石来给自己想要整的人给彻底的整下来呢?